天地一秀才 閻羅夢於2002年首演 是國光劇團金劇美學創始之作 也是王恩奇教授在國光擔任藝術總監關鍵之作 22年來遠赴海內外各地演出 擄獲無數戲迷的心 這次作為迎接國光30周年團慶前奏 也讓觀眾見證到金劇藝術的香火傳遞 閻羅夢 天地一秀才 是國光的金劇新美學的起始點 那麼我們已經反覆演過很多次 也已經傳承給年輕的一代的演員了 那麼今年這次再推出最主要的意義 就是第一男主角 這個書生 這個半日閻羅 有了第三代的人選 我們第一代是原創的是唐文華老師 前幾年聖劍加入又展現了一個嶄新的氣象 而今年周慈愛變成第三代的男主角 這是不是就印象了我們說的國光的新編系 能夠磨成傳統系 而且我們的卡斯不限一組 那麼因為周慈愛當作了 擔任了第三代的男主角 所以所有周邊的角色都有一個大調動 等於是全員的大更換 那麼這樣的一個展現 我想是今年再推閻羅夢最主要的意義 同樣意義深遠的 還有三個人兒兩盞燈 由王安琦 趙雪君共同編劇 以極為唯美且細緻的方式 挖掘女性甚至人性情欲的想像 2005年推出的時候 他得到了台新藝術獎 當前最重要的一個藝術獎 得到台新藝術獎的評審團大獎 那年台新的第一名是如夢之夢 我們得到的是評審團的大獎 然後也得到了金鐘獎 那個時候金鐘獎還有傳統戲曲 所以也得到了金鐘獎的 這個最佳傳統戲曲獎 所以有這麼多金 度金加深 那這個 所以這個戲要稱為經典 我覺得是一點都不需要臉紅的 可是也因為它太經典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不常演出 因為我很保護它 我覺得這個戲 我很怕演出走了味道 所以後來有一點不太感演 那麼一直到現在 到今年我想一定要推出了 不然觀眾好日新又新 大家都不知道了 那一定要推出 而我們今年又有新的精英 有黃宇玲的加入 有林佳玲還有最年輕的謝樂 所以這一組精英版可以跟原創版放在一起 讓各位看到我們的卡斯不只一組 我們是人人會演 然後個個都能演 天地秀才閻羅夢將於9月27到29號 在台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演出 12月6號到8號將演出為美心編劇作 三個人兒兩盞燈 喜愛國光劇團的觀眾可千萬不要錯過 記者李希惠 台北報導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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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